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老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R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继续给大家带来中国DOTAR超级锦标赛的胜者组第一轮比赛第二个场次 由Optick对战秘密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首场比赛当中的Optick也是依靠着整场比赛的一个稳健发挥 没有给这个秘密找到翻盘的机会,最终是 其实还是比较艰难的拿下了比赛,尽管整场这个优势都很大 但是由于阵容的关系,那么对方这个大屁股确实也是成为了整个比赛当中秘密这边比较仰仗的一个点 但是由于秘密上一场比赛的一个阵容输出实在是太低 只有一个天怒有输出,那么也是没办法 这场比赛Optick作为先搬先选的一方,继续一抢夜魔 而秘密也是头狠铁,搬了对方的狼人而没有去搬夜魔 小精灵老陈和狼人,然后放了夜魔 Optick则是搬掉了德鲁伊,父王和小大家 防了还是防这个A4的德鲁伊 看看这样的比赛Optick这边在第一手夜魔,第二手术士以后第三手是拿出了一个拉比克 搬掉的是狼胖子和小鱼,拿出拉比克 那么The Secret则是在前两手天怒,受亡以后呢 在第三手拿出的拉西克,这么早拿出一个雪魔吗 拿雪魔克制夜魔,也可以,是个办法 是个办法,但是这场比赛其实在对方没有小鱼 就是现在小鱼,狼人,两个英雄都被搬掉以后 雪魔能够明显克制的英雄事实上不多了 他打伐木机也还行 大叔现在老陈出场低的 第一是因为拿不出来还是当前版本用不成 都不是,是因为会用的队伍少 会用的队伍还是没有那么多 事实上对于一些使用老陈比较厉害的队伍 他的这个老陈经常还是会被搬的 比如说像Optic的老陈 你看Secret都一直在搬这个老陈 中国战队Noah的老陈也是在有些比赛当中 会成为对手针对的点 而且Noah的老陈在前期的表现还是相当凶的 将比赛Optic选择是在第四手拿出了一个矮人直升机 矮人直升机算是一个不是特别害怕雪魔的英雄 他的主要输出的方式是站在原地进行一个输出 站装式输出 不太不进行过多的一个位移 最后一手 我们前Optic差的应该还是一个大哥位 现在搬掉的是CC的蓝猫 火猫还是放给你去用 你愿意用你就接着用 那么火猫放出来 如果这个还是让PJ去打夜魔的话 那么这场比赛在三弯这个位置上 是可以考虑去用一个玉母蜘蛛的 只不过最后一手Optic是先选 所以玉母蜘蛛登场的可能性要稍微偏低一点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去搬掉一个打玉母蜘蛛比较好用的人 比如说这场比赛如果他要拿玉母蜘蛛应该会办船长 那么没办船长的话搬掉的是月琪 这样的话应该是不会去拿玉母蜘蛛了 如果是给这个PJ去拿英雄的话 这场比赛其实PJ自己的月琪打的是不错的 但是他选择把月琪给搬了 认为是Made 1的雪魔 搬了一手A4的月琪 现在A4的这个1号位现在还有比较好的选择 包括像这个阵容就可以考虑拿一手小狗 或者是考虑拿一个剧毒出来 剧毒小狗或者是 Optik这边最后一手拿出的是一个莉娜 这个英雄在Optik的阵容当中出场的次数一般 不是特别的多 这场比赛又到了每天这个比较容易犯困的一个时间段了 到了我每天比较容易犯困的这个时间 拿出了电狗 其实电狗这个英雄我一直在想这场比赛有没有拿的可能性 但是说实话电狗配雪魔这个组合 两个大哥的组合 我还真是觉得有点不太好发挥 兽王在第二手拿出来以后 选择在第三手拿出了拉西克 那么拉西克等于是骗了一下对方是一个大哥位 帕币的5号为拉西克发达的是王 话说5号为拉西克还真是不太厉害 而且这场比赛 拉西克在线上 怎么说呢 拉西克这场比赛配电狗比较厉害 但是最理想的还是钢三 最好的选择还是钢三 就是电狗一级选择生一个乱流 拉西克一级生一个撕裂大地 然后天动法师一级生一个这个 震荡光弹也好 奥法阴损也行 两个技能都可以 最好是生这个奥法阴损 然后把对方赶出兵线 赶出兵线以后电狗给乱流 那么这个人基本上就是必死 因为从现在Optik这个阵容来说 他们的阵容 不管是哪两个人去面对电狗 加上天怒 或者是再多一个TS 都没有什么胜算 而且都是没有任何的逃生能力 这个阵容 Optik这场比赛 这个阵容明显感觉输出不够 就是利奈一个高爆发 然后飞机的高爆发要看运气 现在在比赛当中还能够把电狗拿出来 并且作为一个局部英雄来使用的 好像全世界也就只剩下一个ACE 看看这个人的OB怎么样 之前一直没用过这个人的OB 试试用这个人的OB怎么样 这场比赛单纯就看这个Optik Optik这个阵容的话 我倒是觉得一般 因为输出不够 拉比克术士夜魔仨人都没什么输出能力 其实在团战当中 而且这场比赛 这个夜魔是交给33去打一个三号的夜魔 那么三号的夜魔的话 就相比上一场比赛 这个一号的夜魔来说 环境肯定还是要差一些 PJ的飞机呢 需要一些时间来增加自己的一个装备 丽娜这场比赛 有时有可能会受到这个雪魔大招的一个照顾 现在这场比赛 对于蜜蜜来说 他们阵容拿的就是一个不怕BKB的阵容 就你飞机和这个 莉娜都出了BKB也无所谓 我瘦王吼一个 雪魔大一个 然后呢 这个电狗风光输出一个 单纯就阵容上来说 我个人比较看好蜜蜜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是我的 CX的这个莉娜在中路打这个雪魔的话 雪魔在中路打莉娜应该是一般 不是特别的好的 输出太高了 主要下落这边刚三 选择是种草莓 但是种草莓也可以 草莓有一个减速的效果 而且在树林当中可以开视野 这里又出来了吗 出发了 出发呢 PG应该是凉了 出发了以后肯定是凉了 这里下落完成了一波一血 其实如果电狗一击生的是乱流的话 这个杀的更轻松 一击生一个乱流 把对方赶出兵线 一个乱流的伤害加减速效果 比这个种草莓要恶限的多 当然种草莓只要自己的队友 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 把对方逼到一个足够理想的位置 还是比较好打 这样开局PGA是交掉了一个一血 然后赶到了上路来进行一个换路的钢三 帕比的拉希克也是挪到了上路 夜魔是跑到了下路 下路夜魔加上拉比克 去对电狗加上一个天怒 讲道理 拉希克如果还是回到下路的话 下路这边终然是打不过 话说mid1的雪魔 在中路的捕刀圈 现在是劣势 这个囤了一波兵 囤的还不少关键是 雪魔打这个丽娜 之所以不好打的一个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丽娜的输出 确实是有点太高了 就是她相比其他的 传统中单来说 她的输出有点过高了 天怒在下路呢 这个时候是跟对方互怼了一波 看看上路拉希克 这块给上一个平A PBD选择吃树 往这个树林里面走了 这边再没给上一个草莓 减一下素 这里再给一个平A 但是这个Yabzor感觉 骗的有点太凶了 这里乱留给上 应该是被乱留直接炸死了 这里又是一个草莓封路 然后再加乱留的伤害 直接带走 现在双方暂时是打了一个2比1 秘密领先一个人头 中路雪魔的这个补刀 逐渐的要开始显现出来的强势了 这样比赛到目前为止 这个雪魔没有拿到补刀的优势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是Optik在一个细节上做得很好 就是血量 他的两个边路的都没有去掉太多的血 没有掉太多的血的话 这样的话导致雪魔在攻击力上面 并没有加太多 所以这个雪魔在补刀上面 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优势 天怒复活以后呢 回到线上又是满状态 又可以用奥法英所无限的去消耗 电狗身上因为有两个芒果 所以回蓝倒是不成问题 下路这样比赛的夜魔明显 就没有上场比赛发育的那么顺了 上路这个发育要干嘛 这个发育要干嘛 发育疯疯了 发育在对边的这个塔前都照了一整圈 绕塔一周祭祀了一下 看这里扔回来一个电狗 这个奥法英损加减速震弹光弹给上以后 看看这个Optik给上一个乱流 队友贴身再给一个奥法英损 然后还是死了 这个队友离的还是有点远 最后是被乱流的伤害给带走了 队友离的还是稍微远了点 再近一点的话应该是不会死 中单的这个位置 Mid1单杀了一波CC的丽娜 丽娜还是拼太凶了 拼得太凶了 打雪魔这个英雄一定要慎重 尤其是在自己的队友在边路 有可能被形成击杀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定要慎重 千万千万不要那么卢 冲得太凶的结果 一定是会被对方的雪魔 利用边路这个英雄所提供的一个加攻击力和加攻速 加移速直接给垂死了 现在中路秘密已经领先的比较多了 4比11的一个团队人头数 2000加的一个团队经济 丽娜在中路的这个等级也要吃亏了开始 现在雪魔是五级半多的经验 丽娜呢现在是刚刚五级多四分之一 她说这些OB他们在这个切平的频率上稍微有点略高啊 这样的话比较容易产生一个晕车的效果 还是我自己来给大家切吧 这边赛妹这个赛妹选择直接是一张TP 额 丽娜掩护一下漂亮 这个丽娜的掩护非常成功 逼迫了mid1的一个走位 这里帕币抢到一个上路的赏心神 不是那死都其所了 那抢一个神不是死都其所了 这里想要去送野 有没有机会好像是没有机会 最后还是被PJ上来把这个人头收掉 那么下路的赏心神佛目前是 好像还有一个神佛没有人吃 这个神佛还没有人吃 现在秘密是吃到了两个 上路的两个神佛都是秘密吃的 下路一个是被夜魔吃到一个 这样比赛到现在为止从补刀树上来看的话 丽娜这段时间把自己的补刀又拉回来了 又拉上来了 狩王的补刀的话 现在在上路发育的还是不错 27-2飞机的补刀现在是25-4 变狗的这个补刀 PiB这个地方应该是 这个自猎带地居然中啊 再给人一个奥法英笋 PiB这样还差一个平衡 A4了 漂亮 看一下 这再给一个奥法英笋 这个拿一个草莓风向路 这个没有打到夜魔 雪魔来到这个战场以后呢 直接是把再没带走 雪魔这里起飞以后呢 夜魔不敢吃这个神佛 赶紧往回跑 因为自己当时给这个雪魔加了比较多的移速 也是赶紧撤退 这样6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等级 雪魔跟莉娜6级 天怒飞机5级 然后天怒电狗 狩王4级 拉比克夜魔和术士也是4级 拉希克3级 就是前期秘密的经验是吃亏的 团队的经验是吃了一些亏的 下路扎过来 对一波电狗 这个电狗这波应该是凉了 跑不掉了这个位置已经 这个载妹被影响的还真是有点难受啊 A4这波是仗着对方这个夜魔减速时间到了以后 这个载妹一直没有给输出 利用自己的草莓逼了一下对方的走位 然后自己进塔 对方也没有其他人能过来追他 不过在塔下现在加的这个光环 这个高塔保护的这个加护甲的光环 确实让英雄在塔下比这个想象中的要硬一些 刚才这个位置其实夜魔很有机会 夜魔从等级上比这个电狗反正要高一些 刚才是4级电狗 5级的夜魔 而且这个夜魔当时是在晚上 现在是在晚上 应该是能够追上去的 但是因为这个拉比克被这个电狗用草莓逼了一下 走位以后一直追不上去 还是很稳 A4这个电狗用的确实还是很稳 这个是我自己没看清楚局势啊 这个不是奶 这是我自己没看清楚局势 我的锅我的锅 来看一下经济方面 雪魔目前在中路呢是全场第一 补刀非常不错 再加上有人头入仗 而且有单杀入仗 现在经济全场第一 兽王丽娜飞机三个人的经济现在基本持平 团队的经济目前秘密领先的不是特别的多 就只有一点点的一个优势 丽娜拿到自己的斜皮双挂件 加上一个大魔伴 刚才这个 就是电狗放了一个磁场以后呢 是逼他的磁场是逼迫这个 夜魔先要去往前走一走 然后才能对他进行输出 拉比克的走位是被他拿这个草莓给封上了 这里拉奇克也来到了下落 那么这样呢又是回到了这个强势的三人路 强势的三人路的话 这两个人谁露头是谁死 谁露头是谁死现在就是 果断选择撤退 这里给个奥法阴损吓唬吓唬你 由于兵线并不是很理想 所以这个也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击杀的一个机会 这块草莓封走位 一个店 一个四叠大地有没有 四叠大地并没有中 再往里面中草莓嘛 兵线一直在追 有一个乱流 乱流的伤害 但是树是落地以后 给上了一个暗炎树 这帕帕什么意思 哎你这个 你点子王啊你 我去哪有往这跑的 真没法弄 没得完结果原地给上一个沉默以后呢 自己被对方一顿锤 吃一个大魔王再往回跑 但是夜魔马上能够飞起来给虚空 啊这个兽王落地的时间有点极限啊 这天都过来给上沉默以后 反杀了夜魔 感谢一波XM4HDZ0WGV7IGR4的烤鱼饭团子和竹子 非常感谢 呃呆呆的小鬼的便当好多圈 寒竹ASD属属的竹子 选拨这一个大直接甩到树士脸上 树士TP在CD走不掉了 直接被这个雪魔直接一个雪地祭祀扑死了 看看丽娜这怎么说丽娜这怎么说丽娜这怎么说丽娜这里吃了一个加速臣服想过来找这个雪魔的麻烦一个大一个龙破斩的话差不多这个伤害 CC不敢往前追了这个不敢往前追了这个因为追上去如果没有追到的话会很尴尬的这个电狗它的一个草莓有一个减速效果 当然它身上有加速臣服的情况下倒是不会被减速 但是也正是因为它身上有一个加速效果所以这个草莓追不上的 草莓追不上的就很有可能在它这个加速效果消失以后被这个草莓堆脸上 以前的草莓可还有一个净化的效果现在这个草莓已经很良心了以前闪光幽魂这个技能是带一个净化的 看一下这里两个草莓怼上来以后呢拿一个幻象在前面去用自己的大招的克隆体去不是克隆体这个复制的幻象呢去搞一些事情 这拖一点时间立了一个磁掌拖了一点时间一直拖到自己消失没有去给对方这不是钱 他必将的拉希克这个时候开始去补等级今天自己这样比赛的这个等级和经济都是有点差的离谱虽然说这个五号位吧但是 一点经济没有的话也是比较麻烦雪魔这个英雄他现在登场率比较高而且升率比较高也是因为他大招cd确实躲 一分钟一个大招而且他这个基本上他这个大招就是拿出来就能杀人放出来就能杀人放 他带节奏的成本非常低看这一波的开悟这一波的开悟绕后杀一波雪魔就赚了这个亚伯作感觉好像过来破雾了破雾了破雾了这个位置夜魔这直接开大雪魔应该是要找地方放大然后进树林 这一个哎你这直接TP 雪魔这个直接TP还是有点有点无解啊这里想拼掉这个莉娜没有成功结果被莉娜杀了以后自己还给了对方回了一波血 这波打完了以后莉娜由于拿到了雪魔的人头那直接是把自己的这个经济反超了来到了全场第一 兽王在下路是配合电狗两个人击杀了一波术士 那么这波打完了以后现在秘密的一个团队经济领先呢现在就这里又是一个草莓种出来中了这个草莓 这个幻象在阶段前找还差两个平A 我打不出伤害了打不出伤害了被弱化能力给了一下以后打骨子过的十方输出出出出出 新拥护不让改名字我也很绝望 现在雪魔的经济被拉下来了 感觉Mit1的这个雪魔这场比赛的节奏上面稍微有一点点失误 而且在这场比赛第一件装备选择做的大件是一个引刀 而没有选择去出刃甲之类的装备 拉奇克这块飞机交一个大雪魔这块直接一个大招扔出来以后甩在了飞机身上 雪之机次扑出来这是一个二级的雪之机次 飞机这个地方飞机这里天洞一个大飞机被打死了 雪魔王一个大招吼住了这个夜魔以后雪魔上来再给一个平台A死 这里还有一个再妹雪魔直接开着把拉利冲上来以后拿着一波双杀 直接拿着红色把拉利完成一波双杀 但是与此同时在下路这里 莉娜和术士两个人是依靠术士大招再加上莉娜的这个大招 是成功的击杀掉了一个电狗 神灭斩加混乱之计 然后在龙泊斩光机站一套技能甩脸上 这样电狗的节奏再次被断 A4这个电狗不过已经有了点金手 他有了点金手的话 这个刷钱的节奏就可以保证下来了 而且有了点金手以后带线的速度也会提升一些 刚才的这一波雪魔收割虽然说是让自己的经济稍微追上来了一些 但是也只能说是很一般啊 这个经济 暂时拍的全场第三 第一名还是CC的这个莉娜6107 话说Optik最近CC的这个状态 感觉好像是调整回来一些 虽然Gndall1和Mayb这个级别的选手去打的话 还是感觉差了一个档次 但是在其他的比赛当中 他的这个中单吃亏的次数不已不多 A4这个电狗又是成为了对方的这个主要进攻的一个点 电狗开始无限的去种草莓 其实电狗的这个草莓这个技能 如果是升的等级很高的话 是可以当做一个类似像战略人的这个地雷去 我们前头一个大招加上一套技能加兽王的大 直接是秒杀了飞机 这个兽王大家天都大的成本 虽然说是高脸的 这里推掉了中路的一塔 被雪魔给上一个大以后 雪之祭祀直接通后路 夜魔冲上来带走了Made One Made One没秒了 Made One没秒了 这波僵了 看一下三三这里中一个乱流以后飞不走 这里偷了一个兽王大 再没偷到 再没这里偷到的是一个割裂 我刚才为什么看到了一个兽王大的效果 我看我看错了吗 我好像看错了 我刚才看到好像有一个兽王大的那个动画效果 这波拉比克偷到的这个割裂有点 有点厉害 雪魔这边太僵了 雪魔这波直接死了 什么收入都没有 巴达的兽王赶紧是选择回家 那么现在手里边只有一个一级输入下一个装备 准备做的是一个引刀 那就说这样比赛秘密打算让这个兽王跟天怒两个人进行一个引刀兽王大加上天怒大的这么一个配合 但是这波打完了以后你看cc的这个经济啊 cc的这个经济已经起飞了 他现在选择是用风杖去躲雪魔的雪石祭祀 然后用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技能跟雪魔先拼一下 这个就是雪魔不出刃甲的一个缺点 雪魔如果去出刃甲的话 他在给让对方第一波技能以后不是很怕对方反击 他如果选择是去出这个刃甲BKB 甚至直接做BKB的话 这样比赛应该都会好打很多 但是不做BKB这波就了 手王得通常吹起来 落地光机战一趟技能直接秒 呃 这手王反身一个大吼之后 天怒一个大反杀丽娜吗 丽娜这里被沉没住以后没走掉 看看这个手王只要原地不动就死不了 只要原地不动就死不了 虽然说中了一个偷掉的雪魔大 但是这波是没有动 哎呦这个丽娜刚刚把自己的经济跟第一技能拉开差距 然后就被断了一波 又是被这个兽王加上天怒 而且兽王这波还不是用的引刀 一干引护服把自己给救下来了 天怒这波支援的速度也是真的快 阿比在我们前身上的蓝已经空了 开始大招清理波兵线以后蓝空了 这兽王确实手也是真的够快的 看一下这个雪魔 这个引刀的雪魔直接被对方一个真言举起来秒杀 Madewan这样比赛这个引刀出的真是瞎得不行 雪魔的这个大招施法距离那么远 那根本没有太大的必要去除引刀这个道具的 其实 引刀这个东西不提供任何的这个属性 就是攻击力攻速 加一个引刀的疾风步的一个效果 而雪魔这个英雄他的引刀并不指望破引一击提供伤害 所以你看现在Madewan的这个雪魔 因为自己出错了装备 导致现在他这个经济在所有大哥里面 已经是掉到了最后一名 只比对方这个发育严重不良的一个夜魔要好一些 雪魔这场比赛这个引刀出完了以后 把自己直接给出瞎了 这波兽王也是做了个引刀 结果对方现在Optik开始把自己的这个真假眼 吐的满街都是 而且现在很虚 这两三千的团队经济优势其实都是靠着A4的一个点击手点出来的 但是A4现在正面团根本没有作战能力 炼狗这个英雄这个英雄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英雄 作为一个敏捷型的远程敏捷型carry 他的敏捷成长是1.8 敏捷成长是最低的 智力有2.6力量有3.0 怎么看怎么是一个力量型法师的这个成长 但他是一个敏捷的远程carry Lina现在已经是引刀加风胀了 现在可以单抓很多人了 风胀吹起来 天洞这波是必死的 根本来不及回头就给这个沉默 他回头要想给沉默 他要给沉默必须要回头 转身的这个动作的时间里头足够Lina去把这个攻击战打到脸上了 Lina的引刀第一波提了一波添怒效果还可以 拉比克现在手里面偷到的是一个雪之狂暴 而且 不过他大招CT赚好了 而且他下一招装备准备做的是一个跳刀 看看这个狩王这怎么说 狩王自己的本体钻进了树林里边 这个用召唤生物骗了一下对方的走位还是比较6的 这时候夜魔再冲进来的时候是吧 这个小猪卡位还是有点6 召唤生物卡位自己在缩在树林里面TP 这样是拖了对方很长的 很长很长的时间 拉西哥这样比赛作为5号位的话 是完全做不出来任何装备的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他的风胀不可能有 比较有可能会出的装备应该是微光披风我觉得 他正在出的应该是在做大骨灰 电狗利用自己的这个幻象 打招的一个幻象带线带的还是很凶 一直在牵住对方的注意力 这样也是秘密目前这个经济还没有崩盘的一个主要功臣 看看这个又是兽王加上天怒的一波开悟 找到了丽娜 打招 天怒直接打招加沉默 一套技能秒杀 Nice CC这波这个节奏又被断了 不过CC好像临死之前是买了 没有买遗产 差点上了1000多块钱没买遗产 亏了300多啊这一波丽娜 他准备要做的是一个林肯 发现对方这个兽王一直在怼着自己杀 想要做一个林肯 这个选择挂来打肉扇 他这个阵容打肉扇的话速度其实挺一般的 没有人去做减甲装啊现在 并没有勋章 只有靠着兽王的还有这个磁场加的攻速 还行没有受到什么干扰 没有受到什么干扰这就还可以 雪魔现在的经济仍然保持在这个双方的大哥的最后一名 天怒的经济倒追上了一些 身上已经是有了一个风杖 绿鞋双挂件 再加上两张TP一个真眼 对着这个消耗片 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出一张 挺快的感觉 你刚才感觉这个他杀这个肉扇挺快 是因为磁场加上这个 呃 电狗放了大招 再加上兽王赶过来以后提供了一个光环 Ace这个位置利用自己的这个技能 那又是拖了一点点的时间 经济方面 丽娜现在还是保持在全场敌 这波开悟 这波开悟感觉是眼下开了 兽王这个地方直接被吹起来 哎天怒被天怒被沉没了 但是雪魔的这个雪石祭祀位置给的也还行 PJ的飞机BKP第一波 看看后排怎么说 现在帕币跟兽王两个人全部被秒 雪魔这个位置是被对方的这个导弹在追 怼到脸上以后有没有繁衍 有繁衍吗 有繁衍 利娜直接追上来以后打死了雪魔 干得漂亮 这波利娜回头又是一个光剑带走了Ace的电狗 这波两个大哥全死 三个大哥全死 再加上一个拉希克 只剩一个亚布州的天怒没有死 而且这波对方我怎么感觉打完了以后可以上高了呀 OPT突然打了一波 里功换4吧 咪咪这边 电狗选择买活 电狗这波被迫买活 但是电狗买活不一定能守得住啊 这高地塔感觉还是可以拆吧 不拆了 不拆了 不敢不敢打了 不敢打 OPT这波其实可以打 但是他怂了 他不知道对方这两个人有没有买 这个雪魔如果有买的话 或者是这个寿王有买 正面拖一会儿 正面他用这个天怒加上电狗两个人 把你的血线压下来一些压下来以后 如果雪魔买活了 直接出来以后就是一个 一个红色保时捷的感觉 冲到脸上以后就直接可能给打崩了 不过这场比赛雪魔的一个装备 这把引刀真是把自己出的够瞎的 到现在为止这个BKB还差的很远 也就是说这个雪魔从游戏十几分钟做出这把引刀 到现在为止 他的装备几乎就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变化 而对方的装备已经是更新了一轮又一轮 天怒露头了 天怒露头了 刚才兽王没有对手配合的呀 这个输出够不够啊 雪魔这些大招 天色思雷大地 BKB开出来以后顶掉了第一波伤害 不过还是被这个发达的伤害 这个召喚生物给带走了 PB将被顺瞄以后呢 垫狗这个地方是利用自己的幻象 再磨一会儿塔的血量 反正马上消失了 那么这波还算是比较赚 TS跟这个飞机的一波一换一 人头数十七比十七 但是没有能够推掉这个征路的二塔 秘密这波守下来以后呢 看看CC的莉娜 现在生日的装备是引刀疯胀 加上一个正在坐并且马上出来的林肯 CC的林肯出来以后就安全多了 不需要担心对方的这个雪魔大和兽王大招去秒他 这个就输不多了 而且兽王这个英雄又没有任何去破林肯的东西 只有一个大 天怒倒是可以破 天怒可以破林肯 其他人没法破 电狗这关又是把中路的兵先带上来 这样比赛因为有电狗的存在 Optik即便就是拿到优势的话 这个比赛可能也会被拖很久 而且电狗这个英雄的顺风局不厉害 他不像地捕师的顺风局 可以直接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把对面踏平 这里 风胀 这个地方林肯已经被破掉了 数十一打招砸下来以后 天怒又是一个打招 直接把这个丽娜打成了一个空血 飞斧 滑死了以后 看一下正面战场其他人的一个位置 再没这个地方也跑不掉 帕比将开始大招 自己在队友的掩护下成功的击杀 雪魔直接冲到后排 带走了一个PPT 那么这波团圆打完了以后 丽娜没法买活啊 五十多秒 他是刚刚把林肯做出来 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做出了林肯 这波被打成一波零换三以后 秘密是领先着三千加的一个经济 看看秘密这波打完了以后上高 林肯刚刚拿出来的话 估计能猜得到对方没买活 看看敢不敢上这个高地 自己人的技能也都用的差不多了 上这个高地的话 多少会有一些风险 电口开始不断的往里面去扔这个草莓 开视野 我们要去打掉这个导弹 我们要去打掉这个导弹 导弹被打掉以后 飞机这里甩一个大 打招空了以后 看看其他人的一个多时间 马上活 那么秘密选择撤退 这波打完了以后 双方的经济差 现在是来到了四千加 最多的时候 曾经是领先到将近六千 这个时候又是回到了 四千加的一个领先优势 经验方面的差距 目前也是被秘密反超了一些 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在经验上面 还都是一只是Optica的领先 这边夜魔过来 怼一下这个电狗的 打招的一个幻象 打招的一个幻象 还是挺值钱的 160吧 我没记错的话 是160还是180块钱 来的这个幻象 看看Optica这边五人的暴团进攻 夜魔现在是宝石加重甲 那么丽娜是封杖 林肯加上引刀 飞机BKB向位天鹰战骨 加上一个极限法 就是也是在出这个林肯 拉奇克这个位置肯定是凉了 别的队伍没有救的意思 电狗直接是跑到中路了 哎呦 这个金战兵 盾兵了这波 直接套了一个大雷锤 把兵线给断了 上路的二塔呢 暂时还推不了 只能去推一塔 一塔可以强拆 一塔可以强拆 但是上路也没兵线 再开个塔房再拖你一点时间 那其实这波Optica的进攻 呃 说实话不转 说实话不转 你能看得出他这波进攻 然后尽管他们又杀人又拿塔 但是你看团队的经济 他们并没有缩小 团队经济还是4000家 电狗这块现在是大雷锤 引刀加飞鞋 那不断的在用自己的这个幻象 去上去带线 有了大雷锤以后呢 这个电狗的攻速 就也还说得过去了 而且看Ace在用这个电狗带线的时候 明显是有意的 再把这个电狗在线上 幻象的这个在线上的一个 持续时间 再进行一个控制 他不是说我招出来大招以后 马上甩出去 让这个大招出去去刷钱 而是选择让这个 这个分身 再先跟着我一块打一会儿 然后再往外扔 因为我马上扔出去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对方打死以后 就给钱了呀 30分钟的神符 这里秘密空到了两个 看看这段时间 Optik准备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现在他们必须要想办法 去找到一些能够去击杀掉的点 这里电狗的这个分身 你看这个分身 每次漏在线上的这个分身的生存时间都不超过5秒钟 你想杀都没法杀 团队经济现在仍然保持在三四千的一个差距 发大手里是三级输家引刀 BKB也快做出来了 血魔的BKB是新鲜出炉 10秒BKB 10秒BKB以后 莉娜这边因为做的不是A仗 她在正面战场就有可能要被这个血魔针对了 开始BKB直接过来怼这个莉娜的脸的话 莉娜还是不太舒服了 但是血魔如果没有刃甲的话 她在正面战场就算是直接过来怼这个莉娜的话 也有可能会怼不过 有可能会出现怼不过的情况 下落这个 这回这个电狗的幻象是被对方抓到了 但说夜魔连着砍了好几刀了 那因为他每一次都是 他那个刀用的小啊 夜魔被削弱的几乎全是拿支的刀去给他削弱 这没威力啊 有的英雄一旦强了以后削弱的时候拿大砍刀削 这夜魔削弱的时候拿支的刀削 那你没用啊 一次捡一只手的支的 你说这种削弱有多大的事 这种削弱有多大的事 还有就跟那个谁似的 还有就跟那个 跟优鬼似的 优鬼都被连着加强了多少个版本 优鬼快连着被加强了十个版本了 他比赛当中不是一样没什么人用吗 登场率一样还是那么低 每次加强一点 人家有的英雄一加强 直接是给金盔金的啊 对吧 带着带着三平定期刀就出来了 原来手里边带着是一双筷子 一下给换了一个 一下给换了一把 一k47就出来了 人家的加强 优鬼那个好家伙往上带一贴纸 还是蜡笔小心的 你回回贴一张贴纸上来 你说他有什么用 加强跟削弱也要看幅度 不是说他连续的削弱 就一定会被削的很弱 也不是说连续加强 就一定能加的很强 这个东西你还是要看幅度的 优鬼的路人胜率爆炸了 优鬼胜率路人胜率一直就不低 路人的胜率优鬼几乎 几乎是长年前三的一个英雄 因为路人局就是大哥厉害就能赢 所以就是 而且优势局推的不果断 经常变成护刷局 那肯定就是 这个TS第一波激活又是激活TS吗 血魔的大招已经给出去了 血魔的大招给谁的 血魔大招给谁的 没看见 没看到给谁的 刚才这波TS被带走以后 电狗是交了自己的这个 柔山盾 交了柔山盾以后 转身直接反打 原地反打 血魔这追死丽娜 飞机开一开BKB 但是没有高射火炮了 大宝贝 没有高射火炮的飞机 变成了一个纯单体输出 这个时候开始硬钢 血魔没钢过 血魔又是原地 给上一个血之祭祀 但是被夜魔给钢死了 这夜魔吃中甲还是有点硬 打不动 天怒这个时候开始给技能 天怒的这个输出 这波团战打出来的效果 还是不错的 那么团战最终的一个结果 双方是各死了三个英雄 但是秘密里边 多付出了一个 肉山盾的代价 整体来说的话 还是Optik血转 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但是Optik有一点比较亏的 就是 他的这个 死亡的顺序 死亡的顺序 不是特别的理想 就是CC这个点 死的稍微有一点点早 然后PGA又是在 A死之前死的 哦不是 哦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PGA是在A死之后死的 那就还可以接受 最主要的就是 这波团战其实最亏的一点 是雪魔是最后一个死的 也就是说雪魔已经把 对面所有他能够去 吃的这个经验和金钱 都吃完了 他才被击杀的 在美这里偷了一个雪之祭祀 推推往回溜一下 话说上一波团战 这个雪魔大给谁了 我没看见 给了夜魔是吧 我没我没我没看见 刚才那波团战 我一直在找这个飞机 跟丽娜身上雪魔大招的 一个特效 而且当时战场是 整个战场被分割到了 差不多得有 三四个屏幕那么大 我当时不敢去找 这个雪魔大的一个人 很有可能会因为 找这么一个人的话 丢失很多的这个重要的镜头 夜魔这边已经开始出一仗了 而且马上能做出来 这个夜魔的A仗出来以后 秘密就真的是不好打了 夜魔这边现在本来就打不死 再带个A仗 然后再带个宝石 晚上的视野直接爆炸 秘密这个正面团 很有可能第一时间 就要被对方 把自己的关键点给定住 难打了 难打了 这个比赛真是没啥看点 要不然今天我给你们拨完胜者组 我就溜了溜了 溜了溜了 主要是Sperry的打这个EG和VGS 打Infamous这个比赛 看点真是不多 今天是胜者组两场 败者组两场 明天也是胜者两场 败者两场 大巴黎明天 大巴黎的比赛是明天开始 不是今天 这个溜了太过分了 再过一方梦福记就允许你溜 梦福记走不住了 有点 主要是这几天那个比赛 每天都是四个BO3 然后中间我还不休息 中间我还给你们插播别的东西 我真有点 确实在体力上有点扛不住了 现在在这个团队经济方面来看的话 秘密 呃 垫狗现在的经济是已经来到了全场第一 并且装备已经做出来了 自己的大推推大炮 奶酪也是放在了身上 经济已经来到2万2 团队经济现在领先了1万2 但是这个团队的经济领先啊 其实秘密的这个领先的优势特别虚 垫狗也是著名经济黑洞之一 看 黑洞了 哈哈哈哈哈哈 黑洞 这挺无奈的你知道吧 这个这种事儿 上过这块是拿着一堆招腕生物 过来就拆一下这个远程兵游 因为远程兵游没法回血 没法回血的话 拆点试点 著名经济黑洞之一 雪碧1G该怎么下 要是瞎竞猜的话 反正后边两场 我准备是 那个 我个人准备是这个 讲道理 我觉得1G比 比雪碧稍微靠谱一点 我个人觉得1G比雪碧稍微靠谱一点 然后VGGS打这个 VGGS打Informance就不用说了吧 肯定VGGS血虐 但是1G因为人员刚刚变了 所以不好说 反正我建议你们还是考虑反买我 反买大叔反买 别说狂海嘛不是说 溜了腿都给你敲断 其实后边的比赛 我跟你们说 后边的比赛 就是最讲道理的一句话 我后边做一个比赛 视频播放量就几百 视频播放量就几百 我做一个视频传上去以后 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看 也没什么收入 然后站的时间还非常长 我要为了这个比赛 还要去连续说很长时间的比赛 这个其实挺亏的 会影响明天的比赛 因为明天的比赛真的是好看 我跟你们说 明天的比赛肯定给你们全都播完了 明天的比赛 第一场比赛VP打牛币 第二场比赛老干爹打迷你司机 第三场是VG打Navi 第四场是VGJ打TFT 除了最后一场 我觉得可看可不看以外 其他的三场肯定都是要看的 因为VGJ VGJT最近的这个表现 说实话VGJT最近的这个表现 你让我看他的比赛 我宁可去看那个谁 我宁可去找一个KG的比赛去看 看下天怒的这个大招效果不错 PB直接被秒 不过这个砸出来一个自己的地狱火 两个地狱火 现在还剩下一个 第一个地狱火已经没了 第二个地狱火 是自己死了以后20几天赋给的 这波团战第一时间接触 由于这个丽娜是被给了一个大招以后 状态直接打残 所以没法转头给输出 现在暂时是一波一换一 但是电狗目前没有人管 电狗这个输出有点高 PGJ 还跟这个电狗这么刚啊 这电狗现在输出有点高的 完了完了 这波红色法拉利开起来了 只不过这个红色法拉利没什么油了 没有油了 这里丽娜一个大招带走了 一个想要原地TP的发塔 直升机选择了买活 兽王别买活呀你这个 兽王买活应该是防止对方打入山 我估计 这波要不然没有买活的道理 看看天狗赶紧回家去补状态 买了一个经验书 赶紧吃起来 下路又是电狗拿着幻象 把这个兵线带上去 这个带得很快 两个投射车 这波该我回来手 这波要赶紧回来人手 CC已经回到了中路 回到了下路 这个两个投射车 不敢带慢 这个电狗赶到这个肉三 脸前到 开始去打肉三 雪魔身上出了一个天堂之几 雪魔出了一把天堂 你就不能出个刃甲 出个刃甲打利娜 打这个飞机不都是 很好用的装备 为什么就不肯出个刃甲呢 明天还是上午十点 明天上午十点开始 然后四个BO3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能够保证 自己的精神状态比较 比较不错 就是说白了 能给大家认认真真的 然后把这个比赛 踏踏实施播完的这个场次 应该就是三轮BO3 超过三轮BO3 就难度确实有点大了 四个BO3的话 一天如果拉满的话 12场比赛 有可能说比赛的时间 就是从直播开始到下播 要超过14个小时 这个对身体来说 确实是负担太大了 有点 雪魔现在身上的装备 是BKB天堂加引刀 加一个奶酪 这种比赛 其实雪魔这种比赛的节奏 应该是很好的 他主要亏 其实就是亏在了自己 这把引刀上 引刀出来了以后 一直没有带成节奏 相反这个引刀还帮着 让自己几次的这种 过于着急的深入 被对方的真眼反杀 实际上给他带来的收益是负数 这场比赛 当然这个也跟Optique 在真眼的一个工作上面 做的比较到位有关 现在夜魔身上还是带着自己的宝石 但是这个A帐宝石出来以后 这个夜魔其实这身装备有一个弊端 就是没法打钱 现在的夜魔很少去出A帐这个道具 就是因为这个A帐除了能够带来一个夜间视野优势以外 一点别的用都没有 尽管视野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 但是完全放弃了刷钱 完全放弃了刷钱 完全放弃了这个正面作战的能力 然后4200块钱的一个装备带来的只是一个视野优势 像这场比赛夜魔先铺垫了一个持绒甲 就算还比较不错 最起码在正面团的时候 他宝石不容易掉 A4这个地方直接是拿自己的一个幻象上来 雪魔铺雪之祭祀 这里拿幻象上来直接拆了 上路又是狩王一大堆的找稳生物 没人管啊上路 上路没人管 上路没有人管 没有人上来这个位置 没有人再往上走 开了一个塔房 这时候飞机夜魔上来的话 你下路的高地塔没了 飞机只要在上路露头的话 你下路的高地塔肯定是没了 树式把他自己的大招砸出来以后 哈比也扛了比较长的时间 身上也是有一个这个天堂 看下雪魔大招 给到夜魔脸上以后 夜魔赶紧往回撤 树式的第一个 这个地狱活已经没了 然后兽王还在上路 继续去找机会 这是个什么 宁魂之类 宁魂之路 宁魂类 宁魂类 魂类在这边待着的话 看一下电狗的这个幻象 扔上来接着去拆 飞机在上路 这样下路的这个正面作战的 一个输出有点少 这个幻象有点打不动 飞机不在 幻象打不动 这个飞机又下来了 飞机下来的话 兽王又上去了 兽王这又开始干活了 下路这里电狗 胶肉山盾 胶肉山盾 以后上路的这个兽王 开始强拆 马上拆完 下路这个电狗复活以后 因为复活的位置很靠后 也没有人能够往上赶 其实现在雪魔身上没拦了 已经 上路拆掉以后 看看这个 TS开自己的这个技能 然后开始接着强拆 TS往上走 给了一个天堂 他往上顶就是为拖时间 这里飞机被兽王大招 吼住以后 看一下 再一个刷新 第二个大飞机 直接被秒了 这拉比克是偷到了 一个兽王大 但是飞机被迫是 夜魔被迫买活 树士死了以后 扔出来第二个地狱火 也是被迫买活 这还要冲出来再死一次吗 冲出来再死一次 再招一个地狱火 这波打完了以后 现在秘密是靠着这个 下路的拖延 上路的一个偷塔 成功的破掉了两路 吸引了对方 疯狂的吸引了一波 对方的注意力以后 依靠着这个 A4电狗在下路高地上面的 一个超低成本的一个耗塔 成功的破掉两路 然后这边回过头 再控一个四伏 把双方的这个团队精神 可以拉开到2万2以上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波飞机没了 飞机没了 飞机现在身上的 买活CD还有2分40多秒 现在整个Optik 只有利娜和拉比克 两个人有买 夜魔身上的宝石还在 夜魔的宝石还在 看一看Secret这个又上了 开始拆 A4已经开始 拿自己的这个幻箱上去给输出了 这CC站不住 别这么打 这幻箱现在输出很高的 完了 直接A4了 被这个 利娜跟拉比克被秒了以后 两个人都是 直接选择了买活 这是仅剩了两个能买活的人 但是电狗现在这个输出 确实是有点太高了 天赋上面在20级天赋 加上这个攻击距离以后 可以让电狗的这个攻击射程 直接来到将近900 直接来到将近900的一个射程 这个射程是相当可怕的 配合这个飞机 电狗的大招又好了 他说好 双方这里一个大吼住拉比克 拉比克刚刚买活 直接被秒 秒掉以后 术师里砸一个大招出来以后 自己又是被直接秒掉 那么打出了GG 这样恭喜秘密 在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当中 是依靠着自己的一个绝活电狗 再加上 比较 应该说在后期上高的时候 比较 理智和这个灵动的一个选择 成功的是打掉了这个 其实这种四一分带 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 被对方形成一个人多打人少 然后一波打崩的 只不过这场比赛呢 由于这个中后期 秘密这边领先的团队经济优势比较大 再加上雪魔的这个 雪之祭祀这个技能 不断的往地上扑 也是极大的影响了 Optik在进攻的时候的一个节奏 最后这场比赛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输出 天怒的输出是 几方第二 接近电狗的这个35000 天怒是打了33000 电狗35000 雪魔这场比赛 一共只打了17000的输出 算是相当相当的低 但是反过来看 这个Optik这些人的话 丽娜是打了318000 318000吧算是 飞机只打了22000 所以说这场比赛 Optik在这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由于雪魔的一个限制 让这个Optik这些人 没法踏踏实实去输出 这个是雪魔这英雄 现在特别让人讨厌的一点 另外就是这场比赛 在大后期的时候 秘密选择出的这两把天堂 我只能给点个赞 这两把天堂出来以后 是确实是有点恶心 还有就是这场比赛 实际上这个Optik做的一点不太好的 就是对于电狗经济的一个压制工作 做的并不是很成功 在电狗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电狗做出来自己的这个点金手的时候 是13分钟 雷锤是18分钟 那么在这段时间 玩家财产总和这个电狗 还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能明显的看得出来 他的这个经济曲线 在从这个位置开始 从这个位置开始 就是他做出来自己的点金手以后 他这个经济增长的速度 明显是在往上提 然后在做出雷锤以后 他继续往上提 他的最后一次 这个经济开始大幅上升的时候 的这个斜率 这个角度大幅上升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在他做出来自己的飞鞋以后 也就是20分钟 他做出来自己的飞鞋 这个时候他的经济增长 是会非常非常快的提升 这个位置是被杀了一次 然后这个时候 他的经济增长就起飞了 在这段时间 没有人去限制这个电狗 没有人去开物去抓这个电狗 事实上电狗这个英雄 在他杀钱的时候 他的本体是一直钻在野区里边 而且通常不会有人去蹲 电狗这个英雄 其实在那段时间 是比较容易 被你做一些进攻视野找到的 而事实上这场比赛 如果我们从这个 这个辅助庄来看的话 如果从辅助庄来看的话 这场比赛 宝石是Optique 只有Optique这个术士买了一颗宝石 秘密自己是没有人买宝石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在进攻视野铺的多一点 然后尽可能多的去开物 找一找这个电狗的本体 那么这场比赛 电狗不会这么肥 电狗不肥 血魔自己已经把自己打崩了 剩下一个经济比较好的兽王 是没用的 所以Optique这场比赛 并不是没有机会 但是他们没有去限制这个电狗的经济 是这场比赛比较失算的一个点 而且这场比赛在游戏到了中后期的时候 他们是被迫四处去防守 PJ的飞机在游戏的后 这个被迫于对方兽王和血魔的压力 也是出了一个林肯 导致自己的这个输出方几乎是没有 就是像打到最后 他也只有一个相位战骨 MKB加上一个BKB 也就是说他全身上下没有任何一件装备 是真正意义上纯粹加输出的 金箍棒虽然算是一个纯粹加输出的装备 但是他有一个更重要的属性是 无视闪避 而他的高兽火炮所需要的高额的攻击力 他现在是没有的 他身上就一个BKB加点攻 然后这个金箍棒加点攻 林肯稍微加那么一点点攻 加十几点攻击力 也就相当于一个半的这个攻击之爪 所以说这个没法弄 没法弄 好了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桑桑大 收拾给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咱们就订阅一发 订阅打赏支持一发 那么这场比赛先给大家说到这里 稍事休息一会儿 带来双王BO3的绝胜局 我是桑桑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见